哎呀 你看这个菠菜现在都好了 都长好了 我拔了吧 我拔了吧 我拔不拔 拔了吧 咱吃了收获了 咱拔了掉就可以吧 对呀 这些菠菜都好了 但是你菠菜你一下子都拔掉就怪可惜的 因为菠菜长得要很长的时间 大概一个半到两个月 你一次就拔了 长这么长时间的菠菜 一下子拔吃了多可惜啊 所以说菠菜呢 你是可以披着吃的 哦 你看 你就用一只手这样按着它 然后把这个好了的菠菜这样披下来 哦 你看 就把菠菜叶 这大的长好了的菠菜叶把它披掉 然后呢 剩下的这些菠菜 根不要动它 它还会继续的往外再长 哦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种一次呢 就是可以 就像披着吃就可以吃很长时间 哦 如果留着这些羊羹过一段时间 它会又再长出这么茂盛的这个菠菜叶来 哦 就是说留着青山寨 哪怕没柴烧 就是这个道理 不是 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东西 你一拔掉就没了 就好长时间 对 好长时间 你看着泡泡拉拉 实际上就一颗菠菜 长了很长时间 就一次吃完了 然后就很可惜 特别是从一开始 发苗到长大的时候 take很长时间 你最好的 就也可以 前两天我朋友 发一个图像给我说 是那个 他从商店买的菠菜 然后把菠菜根 剪下来 问我能不能摘 我说我还真没试过摘 我知道菠菜可以这样 劈着吃 但是我说你试一试吧 他试了 他说那个什么 可以的 他就是从商店里 买的菠菜根 然后就把它 就菠菜根留着 然后摘到地里 也是可以的 可以长出菠菜来的 这就比葱种子发芽 就要快很多 对 实际上咱们这一颗 也是个红菠菜 这一颗 这可不是菠菜 这是叉 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 但是呢 实际上是一种菠菜类 对 它跟 它类型跟菠菜一样 是瑞士菠菜 对 这个叶子已经很小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 皮啊吃啊 都长成一棵树了 我昨天刚又皮了一些 这些叶子都很小 现在 那是不是说 就是说有些菜 这种菜都是绝对可以 长的 皮着吃的 你千万不要拔了 你要 长一棵 都能吃很长时间的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些小白菜 也可以这样子 这些小白菜也是这样子 你看我都是 这小油菜 对 昨天我皮了 皮了很多了 就是说把这些菜叶 外边的菜叶 你可以皮着吃 然后里边呢 它又会再长出来 哦 就是这样的 把边 对 对 就把边上的 外边的长大的叶子 皮下来 然后里边就可以再长 但是知道长的 它都参台了 哦 那个时候就说明要老了 又开花结果了 就不大出叶了 就不再吃叶了 那个时候 你如果想留种的话 就留种 不留种的话 你就把它拔掉就好了 哦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一片菜 好像老吃也吃不完一 这种老是 特别是这个大菜 这个大菜 你看看 我们都是 也不停地 就是掰 掰它的那个 旁边的那个叶子 然后这样的话 根始终在里面 过来收一下 所以这个 过来收一下这个 这个是 那天 你拔 拔出来的 那个菠菜根 不小心 因为我 因为我要种豆角 我把它 把我的菠菜 都给我拔出来了 拔出来以后 我一看 把我菠菜拔出来了 然后我就把它 把那个根 弄到这边来了 你看 哦 你看 对 还有这一棵也是 你拔出来 这个还比较小 这就是 开始长了 所以说呢 也是可以搬家的 就是说 因为你一棵菠菜 一次拔掉吃了 太可惜了 对 就是说 包括这种小青菜 都是 外边 拨着吃 就行了 然后里边 它就会不断地 长 长 知道长到 它们都开始 参阁了 出阁了 穿台了 穿台了 你可以看 你会看出来 硬硬的那个 粗的东西 参出来 那个时候 它就需要 开花结果了 那个时候 就不长叶了 然后你就 想留种 就留种 不留种 就拔掉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 你栽一次菜 就可以最大限度 吃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对 这是个好办法 就是我刚刚 把我后院里的菠菜 都披了 披了以后 就是说 光把外边的大叶子 披掉 这样的话到时候 用开水一烫 菠菜汤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菠菜 这个菠菜我最喜欢的 就是烫一下 然后用大蒜 扇粘 然后加上那个芝麻酱 调着吃 我自己一次都能吃一大片 我们最喜欢吃菠菜 所以我们种了一大席子菠菜 所以这样的话 就能最起码吃好几个月 我们 实际上菠菜很好种的 因为我们 如果你们追踪 我们的视频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 在三月初的时候 才开始往种 你看现在四月中旬 一个半月我们这个地方 它就是吃到自己做的 种的这个有机菠菜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那个Costco卖的菠菜 它也都是 都是业 没有 它那应该是无土栽培的吧 对 无土栽培 但是它也可能是 无土栽培那都是一两页生产出来的 但是它也可能只是 只是掰菠菜 不知道 不知道吧 这样就是说 这种可能性 你看我们这些菠菜 你看我 皮完之后 皮完之后 就把大叶子都 都拿走了 剩下小叶 它们还可以再发 长得很快 现在天气暖和 你给它一定水分 特别是你过来收一下 这种菜 这种大的绿叶菜 这种大的绿叶菜 你摘一颗 它你看 根本就吃不及 就是因为我有一颗菜种 在这里 然后落了很多 它就长长 一颗呢 就说你掰呀掰呀 这外边的大叶掰以后 它很快就参出来 一颗能吃 真的是能吃很长时间 你有送 冬天我们都在这里 对对 这个就是湾区的冬天 这种叶子 这种菜都长得旺旺的 都长得旺旺的 所以说大参 摘那么几颗 几颗就够了 几颗披着吃 然后就一冬天都吃不完 对 所以说 有的朋友问说 什么样的菜好种 就这种大绿叶菜 就特别好种 一点也不生虫 有时候被啃一点 但是呢 特别好长 而且能吃 栽一颗能吃很长时间 所以如果建议 没有种菜经验 不会种菜的 就种这种大叶菜 对 又经济又实惠又好长 对 而且能吃很长时间 对 太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